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討論一下掠奪社會的問題 剛剛過去8月30日的科林節目《決戰中環》 我們主持在節目中提及過 現在香港的那群既得利益集團不是在建設香港 而是在掠奪香港 我們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英國人在管治香港的時候 建水堂、廣泛直臨等等 在日本佔領香港的時候 日本是大規模地去撼伏這個樹木 和掠奪香港的資源運到日本 這個可以反映到 侵略者的掠奪政策 和真正建港、治港 和為香港長遠發展的政策 管治是有管質性的不同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日本 我們講一點歷史 日本對佔領地 對它管治的地方是有不同的政策去對待 例如對朝鮮半島、對台灣 它是興辦很多教育、水利、各種工程的建設等等 實行一種旺文化政策 希望將當地的人 變成他們日本的公民 是一個長遠的建設 我去過台灣 去過台灣的台南等等 去過 見過日本 當年有一個很出名的工程師 叫做百田與一 所建設的一個水庫 叫做烏山頭水庫 亦都充分反映 一個真真正正為那個地方著想的統治階層 他們是會為那個地方的長遠利益著想 尤其是食水安全 所以你在台灣 見不到日本是一個 有一個偉林、填平水庫 摧毀自然資源 一而摧毀自然之源 短期掠奪的那個心態 英國管治香港的時候 亦都有這種心態 為什麼日本對香港的時候 會完全不同呢 因為香港是英國殖民地 日本對西方殖民地 例如菲律賓 例如英屬馬來亞 英屬香港 在佔領這些地方 它不是用一種長遠建設的眼光去對待 而是用一種短期佔領 略裂的眼光去對待 所以香港在日治時期 大量的樹木斬了 被日本斬了 連匯豐銀行那兩隻銅獅子 維多利亞 維多利亞女王同將 都幾乎融掉 成為日本的戰略資源 我們看看今天的香港 到底現在香港那幫統治者 包括政治上 商業上 經濟上的這幫權貴 到底他們是建設者 還是掠奪者呢 在香港歷史上 除了日治時期 從來未見過 有一幫統治者 是會刻意地去掠奪 香港的自然資源 去將香港的自然資源 成為自己的荷包 要將香港的水塘 要將香港的交野公園 去產走 通過地產 變成他們一種貪得無厭的財富 他們的祖國在哪裏呢 日本人的祖國在日本 而香港權貴的祖國 在西方帝國主義那裏 例如美國 例如英國等等 你看看他們平時說話 我回英國 回美國 我去北京 去上海 從這些很簡單的日常說話 你就可以反映到 他們的心態 他們的根到底在哪裏 看看他們的子女 在哪裏上學 在哪裏接受教育 他們的身家性命 到底在什麽地方 就會明白為什麽他們 他們這麽急於 要在香港這隻有黃金的船沉之前 掠奪香港船上的黃金 他們已經有了安全度 有了救生艇 而所有的惡果 就由我們香港人去承受 這一班就是現在 統治著香港的掠奪者